美国白宫10月20日发布声明指出 一位所有5至11岁的儿童订购足量的新冠疫苗 一旦监管机构授权将立即开始推广接种 白宫表示给儿童接种的剂量是12岁以上常规剂量的三分之一 将以更小的单位运输更容易存储在儿科医生的办公室内 可以在标准冷藏温度下储存长达10周 在超低温度下储存6个月 给儿童接种时使用的针头也会更小 计划还显示疫苗将在25000多个诊所、保健站点以及儿童医院和药房提供 政府将与各州和地方伙伴合作 在学校和全国其他值得信赖的社区站点提供疫苗接种点 据官员称 美国已经购买了6500万剂辉瑞儿科疫苗 现在有充足的疫苗供应 可以为大约2800万儿童提供接种疫苗服务 FDA将于10月26日召开专家咨询小组会议 听取关于辉瑞儿童疫苗安全性及有效性的数据 决定是否授权 CDC疫苗咨询小组预计11月2日至3日将权衡疫苗使用建议 此外 白宫还计划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疫苗接种运动 教育家长和孩子们疫苗的安全性和获取疫苗的正规途径 拜登政府10月19日放弃了一项有争议的提议 即指示国税局收集每个年交易额超过600美元的银行账户的数据 因为共和党立法者和银行业代表对此提出了广泛的批评 他们说这种税收执法策略意味着联邦政府对隐私的侵犯 作为代替 拜登政府和参议院民主党人提议将这个门槛提高到每年交易额超过1万美元的账户 而且通过工资单获得的任何收入 如果联邦税被自动扣除将不需要报告 领取失业和社会保障等联邦福利的人也将被豁免 国税局将收集非工资收入超过1万美元的银行账户的存款和提款的总额 关于每笔交易的信息将不会被收集 10月19日 英国惠康桑格研究所新冠基因体学计划主任巴瑞特 和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基因研究所所长巴鲁警告 新冠病毒变异株德尔塔的后代AY42出现了 两人指出 新冠病毒变异株AY42最近才被追踪德尔塔基因进化的病毒学家发现 但它已经占英国国内病例近10% AY42的传染力可能比德尔塔高出10%至15% 德尔塔仍在全球占主导地位 巴卢说 如果初步数据正确 那么AY42可能会成为疫情发生以来传染性最强的新冠病毒变异株 尼泊尔内政部官员10月20日说 截至当天下午 尼泊尔连日来强降雨引发的洪灾和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48人死亡 另有31人失踪 尼内政部发言人波卡雷尔表示 强降雨引发的洪灾和山体滑坡还造成23人受伤 伤亡人数可能会上升 尼泊尔全国有20个县受此轮强降雨影响较重 至少20座房屋和数百公顷等待收割的稻谷被毁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10月2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1年9月份 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呈略降态势 同比涨幅持续回落 有36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与上月相比下降 二手住宅方面 有52个城市与上月相比价格下降 据测算 9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0.3%转为持平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0.2%转为下降0.4% 1月份